其文不知何处寻 密探方知在此间 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视频 在我们的文明里 长久以来都相信着轮回与宿命 这从某种角度来讲 确实存在一定依据 毕竟一只蝴蝶振动一下翅膀 都可能引起一场飓风 这其中正是一种因果关系 而日常生活中 这样的因果更是大量存在 也就造成了最终的宿命 而对于这些规律 与英国的长远探索 也发展出了不少奇书 这些奇书甚至也有不少 验证了一些奇事 由此后人对于命理预言 总是保有浓厚的兴趣 生活中一旦遇上什么大事 我们也总喜欢去这些奇书里 找寻依据 这部因为好似成功预言了 这几年的疫情问题 刘伯温就结杯火了 而人们在研究刘伯温预言的时候 惊讶地发现刘伯温还预言了 2022年要发生一件大事 并且会产生一些灾难 刘伯温到底预言了什么 他的预言到底可不可信呢 这里就来看看 神人刘伯温 刘伯温原名刘姬 他和宋连高齐 并称为明初三大家 而他最著名的事迹 当属辅佐了朱元璋 建立了明朝的基因 细细算来 刘伯温这个人不仅文采出众 军事才能的德 还精通天文 地理 兵法 周易 术理 文学等 每一项单拎出来 都足够让人叹误 尤其是对周易星象的推理方面 刘伯温更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中 还在前列的名人 据说他曾经在一次行军途中中 准确预言了 朱元璋所在的船只会出世沉没 早早将朱元璋换到了别的船上 没想到朱元璋刚一离开 船就真的沉了 而他创作的烧饼歌 也准确预言了之后百年的 张连资历为帝 而他在浙江金华设计的太极村 船世至今六百年间 不仅没有出过任何灾祸 还走出了二百六十多名金官 成为很多人心中的风水宝地 如此神通广大的能力 让民间都流传了一种说法 成这些神人 其实就是一个轮回 最开始是江子牙 江子牙之后转世 成了诸葛亮 后面又转世成了刘伯温 这样的话 虽然都是百姓的猜想与夸张 但也足见刘伯温 在大家心中的地位了 而刘伯温流传于世的 除了烧饼歌中 含了多处预言外 他留下的一些碑文上 也记载了不少对未来的预判 由于这些碑文大多埋于地下 大家又对 刘伯温多怀敬畏 所以直到这些年 刘伯温留下的碑文 才在一些阴差阳错中逐渐面试 而最早面试的碑文 还发生在民国时期 那是1918年 南京的金灵塔 经常听得有百姓说 附近常常传来怪声 这些怪声导致周围居民 人心惶惶 为了安抚人心 也为了弄清楚 到底是什么情况 接到百姓反馈的南京国民政府 决定调查此事 而经过排查 始终难有进展 想借时救命人吧 这座传出怪声的金灵塔拆了 这时候刘伯温留下的一则碑文就面试了 起初 大家都沉浸于探寻怪声背后的真相 对碑文不以为意 却不料 有人不经意一瞥 惊讶地发现 碑文的第一句 赫然写了六个字 游几件 借时差 而奇怪的是 至此以后 怪声也再没出现过 2022的预言是什么 就是因为金灵塔的碑文 从此以后大家 对刘伯温的预言能力 都多了一些敬畏 这则故事也迅速流传开来 不少对这些 事情感兴趣的人 开始研究碑文 也研究烧饼哥和刘伯温 近年来 疫情爆发之后 人们又惊讶地发现 关于疫情 其实也早就记载在了 刘伯温的旧结碑中 旧结碑又叫 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 旧结碑文 一看它的别名就能知道 这个碑出自陕西的太白山 据说此碑是1933年 在一次大地震中被发现的 碑文短短数百字 最开始大家关注的是碑文 对天地有眼皮负差距 与人为善等内容 可是疫情出现后 人们才知道碑文上说的 瘟疫九冬十月间正好和瘟疫爆发于 几亥年冬腊月间不谋而合 一时间就结碑火了起来 刘伯温也火了 大家又开始关注刘伯温预言的未来 是否还会发生什么事 没想到真找到了有关2022年的预言 说是人瘟虎年疫情仍会持续两三年时间 这期间还会发生一个巨变 并会引发很多灾难 带来的影响可能持续好几年 这话到底做不做数呢 其实这一说法只是在网上广泛存在 饭月烧饼歌旧结碑等出处其实都病 没找到完整的出处 而且如今网上流传的 烧饼歌再就真假参办 真的烧饼歌 其实也就预言到了清朝而已 当代的事情并无参考 至于碑文 其实对于疫情的预言 旧结碑虽然说了月份 并没说明具体何年何地 而其全文其实也就想 通过疫情来诠释天道轮回 要与人为善 这样才不会招致灾祸 总的来说 这篇碑文更像是一篇劝势良言 预言的内容其实放在很多时候 都能对应得上 比如从明朝以来 我国也爆发了很多次瘟疫了 之前的天花 后来的鼠疫 再导进现代的一些传染性疾病 从成就来看 刘伯温无疑是十分优秀的 我们并不否定他的才干 或许他的一些预言 也确实非常灵验 可是作为一个明初的能人 留下来的著作在漫长的岁月中 早已不知几亿其主 中间又有多少人 借用刘伯温的名义来行事 我们也无法得知 就像清朝的《红楼梦》 至今都有人在辩论写此书的 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 这其实就是因为这些 其实往往具有一定的隐晦性 传世过程中也会在政治 人文等因素中出现变动 所以关于2022的预言 我们看看就好了 就像刘伯温的旧结碑 主要表达的那般 多多与人为善 做好自己就行了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